韩国巨星宋慧乔和玄冰 随着导演表明珠和剧组 上周来到了新加坡 为新剧《他们的世界》取景拍摄 昨天在新加坡旅游局的安排下 两位主角宋慧乔和玄冰 连同导演都出席了这部新剧的记者会 记者问宋慧乔吃过了哪些新加坡美食 他笑说 不少影迷去探班时都送上吃的 他只试吃了一点粽子 其他食物例如榴莲 只有工作人员吃 他并没有尝到 被问到拍片过程遇到的困难 两位演员都表示 导演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很棒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部韩剧《他们的世界》 在新加坡十天的拍摄景点 包括圣陶沙 张义机场 无节路 新加坡河畔 亚洲文明博物馆等 哪个地方让他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 宋慧乔最难忘在亚洲文明博物馆前 沿着新加坡河畔一场浪漫的戏 他甜蜜地说 当时是凌晨三四点 环境营造的气氛真的很浪漫 环境营同样认为 在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那场戏 让他印象最深刻 他也表示 乘游艇出海拍摄的经验最难忘 海风一面吹来 很舒服 很享受 喜欢宋慧乔和玄冰的影迷们 别错过这部即将在12月播出的韩剧 他们的世界